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图层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 假设我到 到之前的 之前的这些东西 很干净很容易去背 我可以一下把这个盘子拿出来 OK 这盘子在边缘 再抓一下 把它抓好一点 然后一样我可以Ctrl-C,Ctrl-V 然后我是就可以把它拿过来 然后拿过来之后呢 调大小这个水里调 好我们来看一下 图层的样式 对它点两下 记得是对非文字区域点两下 这是几乎图层 至少 至少 百分之七十八十会用到的功能 就几乎每个图层 你都会加一点点图层样式 好最基本的 好我们先看最常见 现在剪下贴上实在太恶心 因为完全没有阴影 所以最简单的 常见就是先加上阴影 那加上阴影 那你要先注意一下 因为打勾不打勾 是要不要有这个效果 但是右边的面板 右边的面板是 要这样子 在这里再点一下 它才会切到右边的那个面板 所以你可以在 在最原始的混合选项里面 去说我要不要阴影 但是我却不要设定阴影 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要设定阴影 请你在这里再点一下 它才会出现阴影的面板 那你当然就可以控制阴影了 阴影要调什么 首先我先把阴影调浓一点 浓一点的阴影 然后呢 左边来 右边来 是不是都可以调 然后呢 间距 就是你要错开一点 或者是靠近一点 你越开是不是觉得好像浮起来 对吧 展开就是要不要 要不要 填满 就是说如果你展开小一点的话 它旁边会加一点虚化 好 那展开越多就是越不虚化 但是 真正的这个虚化 不是靠这边 是靠尺寸 这个 好 尺寸是在 往外蒙出去 这个展开只是讲说 假如我尺寸小一点 然后呢 我要不要填到最满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要调 旁边这个虚化 通常还是会调尺寸 这样我就可以虚化一点点 然后像 如果现在这张图要和好一点 我这影子可能就太深了 然后不用那么虚 不用那么大 角度可以微调一点 这样 我就 合进来了 因为现在这个光大概是从左上方 类似 这里有 这里没有 所以这里有是代表它的帆边有 所以这里也有 就代表应该是在左边 所以 你也可以调成这样子 正左边 这样 正左边 也可以 但是 基本上这种摄影都是 比较无光的 所以那个影子 你可以让它淡淡的就好 这样子 它就会比较像真的合上去 好 所以这个是音笔 这其实很容易调 你们自己乱玩都可以 好 那 这里比较常见的我再讲一下 像 这只猫好了 这只猫 刚刚讲这只猫 合上来不太好看 对不对 好 来你看一下 这个经常玩 那个尤其 尤其要做立体字 要做立体字效果 你文字直接给斜角或浮雕就可以了 好 点上它 它现在是很像浮出来了 好 那它呢 一样可以调角度 可以调尺寸 这就是多厚多细 好 然后可以调柔化 柔化就是这个边边的柔化 好 然后呢 它也可以 你今天用成纹理 纹理的话 就会根据你这个图 帮你加深刻进去 好 那我现在可以调一个 因为我现在这个比较像浮起来 好 比较像浮起来 这个是深度 然后我想凹下去 这里 上 下 这样子不是比较像凹进去 那凹进去 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一点纹理 就很像真的刻下去的感觉 好 就会比较像 所以你都可以自己调 然后这些 亮部跟暗部的部分 亮部 亮部的部分 暗部的部分 你都可以调一调 那它就会很像柯文 那现在这个柯文 为什么还是有一点点 说不出来怪怪 好 我先取消 其实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这张图是彩色 如果我今天是 真的在这个木头上面 雕刻文 我先复制一个出来 这张图 这张图 我可能会先做一件事情 颜色色彩模式还没有交 没关系 我先教各位 就是不要有彩色 我把黑白色去掉 我把黑白色去掉之后 我 再去做所谓的浮雕纹理 我跟刚刚一样 先用线性加深 然后一样再做 刚刚做的斜角与浮雕 是往下的 然后再去掉颗纹理 好 然后 然后 重新调一下 轮廓 然后 这样子 我就比较像 对不对 之前是因为是彩色的 所以看起来怪怪 现在如果不是彩色的 就比较 会合上去 会比较像黏上去的感觉 好 那你都可以预览挑一个你想要的东西 好 那想在这边 现实加深度比较好一点 好 好 那再来 看一下奥进去 然后呢 呃 比划 比划 就是描边的意思 描边 你要描了一个什么颜色的边 啊这个在做卡通型的东西的时候 真的很好用 好 描了边之后 你可以往内描 你也可以跟他讲 我要往外描 多粗 多厚 好 啊这种东西在做那个 呃 呃 google面圈 我来查一下 那个叫做 如果你要把照片 好 一个照片做成比较卡通的感觉 除了色彩要去调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描边 描边 对吧 因为一般我们在画图 是不是 你在构图的时候 你会先描边吗 那 图 要描边 要描边就可以直接用笔画 去描他 好 然后去调 调成你要的大小 然后他要不要不透明 然后这些都可以调 好 直接再玩玩看 然后再来 阴影的部分 这个 一般的阴影是在外面 他也可以反过来 有内阴影 那有内阴影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一只 这只猫会更清楚 如果这只猫还加上内阴影 就是往内凹的意思 所以他的影子是做在物件内部的 那一样可以调节方向 一样可以调节方向 好 然后其实都还是影子 只是说你要做多大的影子而已 这样子 好 但是他是坐在里面 这个是坐在外面 好 一个坐在里面 一个坐在外面 就这样而已 好 然后呢 再来 呃 假设这个不要比划 光晕也是这样子 光晕 也是很常用的 就是发光 假设这个东西你希望它发光 它现在是白色 好 所以比较看不出来 我先发红光给各位看一下 不透明强一点 然后 哦 等下 在这边 或者是轻 轻率 是不是就是一般灯泡晕开的光晕 就是用光晕就好了 所以如果这个物件 它你想要让它有点发光的感觉 那么你就直接做外光晕 好 那 同样的事情反过来 就叫内光晕 内光晕就是往内发光 往内发光 那你当然一样可以调尺寸 跟范围 往内发光 对吧 往内发光 那往外发光 通常就刚才讲 那 自己会发光的东西 可以往外发光 那往内发光的话 呃 有一些那什么 粗一点的荧光棒或什么 你也可以让它有一种内发光 那个你自己去调就好 然后再来 断面 颜色覆盖 或漸层覆盖 或涂样覆盖 这三个都是说 我把现在的图案 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颜色 那当然加 可以不用加百分之百的 知道吗 可以不用百分之百加上去 所以说假设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像如果要做检影 做检影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最快的方法就是加颜色覆盖 黑色不就是检影 这样子就很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只要你把它挖出来之后 做黑色的颜色覆盖就是检影 好 那当然可以不用到纯黑 你可以稍微淡一点点也可以 好就自己调 然后或者是你要加漸层的覆盖 漸层的覆盖 漸层的覆盖 是什么漸层 这个是就是之前教的 好 只是说我今天是做在里面而已 那图样覆盖的话就是加图样 那图样看你要不通 压子要怎么回 这都是一样的事情 所以来各位你自己试一下这些 比较常用的 刚刚有提到 斜角跟浮雕 比划 比划 外影影 外光影或外影影 这几个是比较常用的 好来试试看 谢谢 谢谢 谢谢